失眠就是腳太熱了 我心裡想 腳熱很好啊 你沒有什麼癌症啊 他離開不 你不曉得 我就熱到沒辦法睡覺啊 奇怪了 這什麼病 好 這個 開呢 黃晴 一樣 就是黃蓮 大黃 因為他便秘不好 這種三黃血腥腸 吃下去 熱就退掉了 手熱也退掉 腳熱也退掉 這個效果非常好 那你如果說 他血不夠 病人有兆渴 帝皇申金嘛 申帝 申金 那 苦生呢 也是一個很好 去熱的藥 那臨床上 我常常會用到苦生 像 比如說 陰部發癢 皮膚發癢 夜下的有癢 有濕疹 都會用到苦生 病人呢 有這個寄生蟲在身上 也會用到苦生 苦生很好用 這都是臨床上的加減 你可以看他 看他需要什麼 你就增減一些 因為他太累了 虛熱嘛 我們加點森帝皇 因為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辦法睡覺了 這就是加進去的原因 那這個三黃湯呢 還有一個功能 這個 這個 黃晴呢 不但入肺 流鼻血 我們用三黃湯來止血的時候 一定要冷用 不要熱用 你不要煮水 煮得很 滾得喝下去 一點不能止血 所以如果說是眼睛出血 或者鼻子出血 耳朵出血 嘴巴裡面出血 牙齦出血 你用三黃湯的時候 用粉 然後用冷水 配下去喝 冷水配這個寒 才會真的是寒 一下去就是 血就止掉了 可是同樣的是 你如果拿去煮 滾了以後 喝下去 熱湯喝下去 有血就止不住 所以唯一的禁忌就是 三黃蟹心湯 要止血的時候 一定要用冷水來吃 要冷服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一個折溪湯 一個後補 好 拌下 這個後補麻黃湯 這個廚房呢 現在講到的麥門東湯 用的非常的多 我們用的非常的多 這個 有一天呢 我的會計師來 一進來 我講完了 開出來的麥門東湯 因為這個很熟吧 它所有的病都是我看的 其實它會怎麼樣 我很清楚啊 講不出話來 所以你如果突然唱歌 沙啞聲音 那你沒有像羅斯多爾 那麼迷人對不對 那聲音很沙啞 麥門東湯 吃下去聲音就回復了 所以它是火氣上膩 所以這個麥門東湯呢 完全是去熱 去痰 去熱 你看看 麥門東人生乾草 半夏 耿米 大早 這個麥門東又叫做 酸至乾咳 乾的咳嗽 咳嗽沒有痰 同時呢 撕音 聲音沒有了 咳嗽也沒有痰 麥門東湯 所以你看咳嗽如果是白痰 清痰我們知道 乾草乾姜湯 因為它肺裡面太冷了對不對 肺裡面太熱了 我們有這個趙甲丸啊 或者是看它是肺氣腫啊 或者怎麼樣的 那這個是乾殼裡面沒有東西 好 乾的肺裡面是精液不足 同時會失音 所以我那個快遞是一進來 因為我知道它是行刑 啊 我就麥門東湯就開完了 第二個 好我就故意說next 他說那麼快啊 我等一下 我已經結束了 他說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說我已經知道 好 很熟的朋友 平常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病人的話會覺得說你不關心他嘛 怎麼麥都不摸一下對不對 我現在還沒講話 我根本還沒講話 你已經結束了 所以病人說我還沒開始 你結束對不對 這個其實終於忘了 一聽看就知道 那還是要聽他 耐心的聽他講話 聽他講到20分鐘 還是麥門東湯 對啊 不會改變的 因為就是麥門東湯嘛 好 這個呢 主方 用的很多的地方呢 就是老年人 那老人呢 很奇怪 老年人大概氣血兩虛 常常乾咳 或者是訓孫子 反正就是乾咳 老人用了很多 乾咳 那這個咽喉不利呢 還包含了食道癌 吞不下東西 也可以用麥門東湯 效果也是 很不錯 效果 那好像 這個食道癌 好像有東西哽到喉嚨裡面嘛 火氣上力 用麥門東湯 用途很多 婦女呢 有個地方一定會用到麥門東湯 懷孕的中間呢 產生咳嗽 我現在告訴你 懷孕中間咳嗽的時候 麥門東湯 所以你只要看那個 太太進來 挺個大肚子 咳嗽 你去看完啦 麥門東湯給她就好了 因為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懷孕的婦女的 絕大多數 都是李熱 都會有李熱 你如果是李寒的話 你根本不會懷孕 兩三個月或者是留掉 半產漏下 對不對 一定是熱症 麥門東湯 一聽麥門東湯就好 還有呢 過去我們在治療 肺結核 TB的時候 一般來是西醫講的TB 也是 火氣喪力 麥門東湯症 大家要記得呢 肝殼就是了 好 那過去臨床上面呢 病人很多的案例可以看到 這個肺結核 病人已經到後來快死掉了 麥門東湯也可以救回來 所以麥門東湯是治療肺結核 最好使用的一個處方 就是肝殼 火氣喪力 舌頭都是黃的 好 東西也吞不下去 好 氣一直膩在裡面 好 是過去治療 好 中醫治療這個 好 這個肺 肺結核最好用的處方 好 你看這六味藥 好 一水一斗 就是主持六個身 六碗 溫服一身 日餐晚上吃一次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一天可以吃四次 好這沒有關係 好大忌的用 現在開始呢 講的就是 食熱 肺裡面呢 化膿 肺龍羊 肺龍羊 就是食熱 食熱日 那我們講的熱 你看到蛇 變成舌頭我看看 打開來一看 舌頭是黃的 對不對 口渴 舌頭是黃的 舌頭是黃的 那食熱 好 就是裡面有東西 都是化膿嗎 賣很素 喘了不得我 所以你一看變成重點 喘那麼嚴重 一看食材那麼黃 你賣很素 你就知道它是食熱 就是 亭栗 大澡 蟹肥湯 我們用亭栗子 好亭栗子 亭栗子 亭栗子用之前呢 好這個湯方 亭栗子先熬 先炒過 讓它顏色變成黃色 然後倒完 再去熬煮 熬煮 那像這種熬煮呢 亭栗子一般來說 我們用五千 紅棗用十個 十二個都沒有關係 好紅棗 亭栗子用五千 這個炒熟過 然後用 那個三碗水去煮兩碗 好 煮成一碗 都可以 像他這裡講的是 三碗水煮成兩碗 好 你再把那個紅棗 先煮紅棗 拿掉 再放亭栗子 再去煮成一碗 也就是說紅棗 煮的時間 比亭栗子長一點 這個是我們 標準的時候使用 標準上使用 亭栗大澡蟹肥湯的 煮的方法 那真正的臨床上 食物上的時候 就開給它 叫它去直接煮 誰跟你這樣子 分開來煮 因為你不能相信病人 對啊 那個病人 他的想法很天真的 所以你跟他講了以後 他回去就忘掉了 尤其美國人吃西藥吃了很多 記憶都不好 他常常走到窩馬門口 我就看到 打電話回去 打電話太了解 還聽到英文講 Honey Why I'm doing here 我就知道 他忘掉了 到窩馬來做什麼 他都不知道 那你想想看 我們開個廚房 開個廚房給他 叫他先去煮紅棗 三萬歲煮成兩碗 然後再把亭底子放下去 兩萬歲再煮成一碗 他回家以後 變成先煮亭底子了 對啊 對 一定弄錯 那在 亭麗大澡蟹肥湯之前 有個廚方不見了 這個廚方呢 被這個孫 四十秒收走了 好 再叫做千金 他的千金方馬 偽進堂 好 如偽的偽 偽進堂 千金偽進堂呢 處方的 好 這樣子 偽進 冬瓜人 好 陶仁 藝人 藝人 藝人呢 你可以大忌的用 喔 這一兩 很好吃嘛 藝人 這沒有關係 藝人呢 能夠去絲 其他的活血化瑜 去彈 這兩個去彈 降氣去彈 這個廚房呢 也是用在食熱 食熱 食熱 一般來說 病人來的時候 你一摸他的脈很素 舌頭身材一看黃 就已經可以開千金偽進堂了 那這個時候 為什麼老實在這個 有廚禮大早 謝培堂你不用 因為 這是喘不得我 病情越重的時候 金方 方子越簡單 他還是可以睡覺啊 可以躺平啊 你不需要用 停笛子啊 這停笛子很強嘛 你用偽進堂就可以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黃痰出現 你就咳嗽的很嚴重 喘的很嚴重 但是你問他 你可不可以躺下去睡 可以 請你偽進堂 不能躺下去睡 偽進堂來不及了 趕快用 停笛大早 謝培堂 因為已經化膿了一部分 化膿了一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趕快使用 這個處方 好 那 當你 還沒有用停笛大早謝培堂 來不及的時候 更嚴重了 這就是已經化膿了 成膿了 咳而兇滿 震寒 當你化膿的時候 反而不熱了 已經化膿了 反而不熱 反而不正寒 為什麼 因為你化膿了嘛 羊會蓄掉 羊蓄掉的時候 病人反而感覺到是冷的 結果你摸他的脈 是很素的 知道裡面化膿了 但是病人居然不告訴你熱 他說他感覺冷 我們知道胸羊蓄掉 因為胸部是豬羊之慧的地方 病人喉嚨很乾 但是不口渴 因為羊蓄掉了 這個時候常常突破 非常的腥臭 久久了 吐龍爐米粥的 肺裡面已經化膿了 解梗湯 解梗湯 那你只要看到病人 吐出來像稀飯一樣的痰 通通可以使用 通通可以使用 那這是肺的膿 已經成膿了 成為雍龍的話 使用的最好的處方 那處方的時候 因為只有兩味藥 你就可以開一兩 我平常開出去就是一兩 因為只有兩味藥 一兩根乾草二兩就是一點點 那三碗水煮成一碗 分溫再呼 一吃下去就會吐龍血 這個吐龍血就是因為解梗 把這個龍血清掉 那乾草下去呢 卻解毒以外 增加腸胃的經驗 增加腸胃的經驗 只有這樣子 那這個狀況呢 就已經很危險了 很危險 趕快要開這個 這個解梗乾草湯 這種都是食熱的 食熱的症 食熱的症 那像這種 沒有治好 後面轉的就是肺癌 肺癌 那我們看過很多 太太呢 咳出來 一咳出來那個痰了 就好像 就是完全是白色的 透明的好像水一樣 然後上面很多泡泡 你揉著 就是肺癌 你看 你看這個 咳而喪氣 就是咳嗽 咳嗽就咳嗽嘛 為什麼呼吸那麼短 就是胸腔有壓力 就是因為肺脹的那個地方 這是肺脹 肺脹 肺脹 急症喘目如脫狀 賣夫大者月杯加半下湯 月杯湯呢 加上半下 半下這個藥呢 能夠除痰 月杯呢 是 麻黃 石膏 生薑 脂肝草 紅棗 月杯湯我們在用的時候 病人來告訴你 我這個 這個咳嗽 這個 我發燒 然後你問他 有沒有流汗 有流汗 咳嗽發燒有流汗 月杯湯是有汗 不是無汗 所以 麻黃 在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麻黃是可以止汗的 所以 金方裡面在用月杯湯的時候 這個麻黃是 這個月杯湯是用在 病人有汗的時候用了月杯湯 如果是有汗發燒啊 沒有咳嗽 貴脂湯嘛 那它是有汗有咳嗽 這種就是月杯湯症 那這個是我剛剛跟諸位介紹過 如果 廢氣種的時候 尤其抽煙 戒煙的人呢 都會用到月杯湯 這是它的方異 方異 另外一個呢 肺臟 也是這個 這個廢氣種 咳而上氣 煩躁而喘 賣服者 心下有水 這個跟剛剛那個有點差異 好 心下有水 這個是小心龍湯 小心龍加石膏湯組織 好 就是小心龍呢 把石膏 放個石膏進來 在裡面 好 那這兩個的差異呢 差異 一個是 小心龍湯 我們一定是病人看到 有表寒跟裡寒 我們才會用到小心龍湯 好 那表寒怎麼看呢 摸它的麥很素啊 口渴不渴 不渴 舌頭拿出來一看 白的 對不對 有沒有流汗 沒有流汗 他就告訴我 我是小心龍啊 對不對 這個月背湯呢 剛剛的月背湯 就是有汗 好 同時裡面是熱的 痰是黃的 好 這兩個差異的 好 就在這裡 好 所以諸位現在看到這個處方以後呢 現在就知道了 我們有哪些方子可以 好 治療這個肺氣腫 還有肺結核 肺癌 好 好 那真正我剛剛跟諸位報告的指聲 那指聲很可惜 好 一定會有效的 好 這就是我們要去發覺出來 好 好 來 在今天我們這個費用呢 介紹到這個地方 好 我們下禮拜開始講那個 好 在下一篇呢 就是我們這個奔屯氣 並賣政治 那今天在結束之前呢 我們再練一個功夫的動作給大家看 好 沒關係 好 這個 前面三個動作做完以後呢 有第四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就是這樣子 第四個動作呢 是 站正面的時候 手 在握拳的 跟肚臍靠得很近 不用貼到肚子上 這個握拳握住 然後出力的時候 下半身一樣 下半身是繃緊的 好 然後 握拳 上半身出力的時候 手往前 扳 好 這手往前扳 這個前扳的時候 這裡是 大腸筋 這個是什麼 肺筋 所以 吸氣 好 做四十九下 渡吸一下永遠是繃緊的 上面是鬆 緊 鬆 緊 好 記得握拳一再強調 一定要這樣子握 才是正面拳 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握得不好 一定要這樣子 好 盡力這樣握過來 握到底 好 這是第四個動作 好 這個 每個動作練四十九下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好 對 今天呢 我們進入 奔屯氣病 耐症病之第八 這一篇呢 在過去 在中醫的觀念裡面 非常不容易解釋的 為什麼不容易解釋呢 就是水的問題 當你了解水的問題以後 這篇就很簡單了 好 基本上呢 在內軍 在內軍 黃帝內軍裡面 認為是這樣子 好 這是肚臍 好 好 我們叫神缺 好 肚臍 小腸呢 是火 大腸呢 是精 最上面呢 這是肺 肺呢 也是精 這是心臟 也是火 水的 氣化的觀念是這樣子 心臟不斷的跳動 這個肺呢 打向天 所以越高的地方 氣候是越冷的 好 這個 天是虛空的 虛無的 所以我們常人 正常人 所以虛 是常人 所以我一再跟諸位強調 虛不會死人的 人死在死在死上面 死人上面 好 當我們心臟的火 不斷的 心臟不斷的波動 產生熱呢 心會一熱於小腸 這都是黃帝內軍講的 當小腸火很盛的時候 我們食物吃下去 有兩種水 第一個 喝的水 你不管喝開水 喝茶 都是這樣 喝的水呢 到了胃以後 就氣化掉了 這是水 因為水 它直接就是水 所以蒸化的很快 還有一種水呢 是在食物裡面 如果 如果 這個食物裡面是沒有水的 你根本吞不下去 對不對 飯裡面一定有水 你不相信你把飯裡面的水 烤乾 你怎麼吞它 所以飯裡面也有水 蔬菜裡面也有水 肉類裡面都有水 食物裡面的水呢 會胃裡面煮絕了以後 到了小腸 在小腸裡面很熱啊 因為有火啊 這個火 再把小腸增化一次 代表說 你把食物消化掉 消化掉以後 變成曹伯跟水 我們講好聽點 因為 要表示自己有點知識嘛 曹伯比較好聽 講那個很難聽 那水跟曹伯呢 進入大腸以後 所以水在上面 小腸的火在下面燒 這個水就氣化出來 所以水會從大腸 再回到肺裡面去 因為筋和筋是相通的 好 講通了 西醫呢 他只知道 大腸吸收水 那大腸那麼聰明啊 你不相信我把大腸煮了給你吃吃看 看你會不會變聰明一點 大腸吸收水的原因 是因為小腸火在下面增化 所以大腸的腸臂把槽補過濾掉 只有乾淨的水能夠進入肺 這就是大腸能夠吸收水的原因 當你這樣子知道了以後 我請問你 如果說肺裡面有石 有東西擋到 肺是陰臟 我們應有肝心脾肺腎 對不對 肺將有因食的症的時候 東西堵到 水是不是上不去 就會回頭回到大腸裡面去 所以肺癌一定會下腸嘛 這你不用去記 想就知道 有沒有道理 那你把它治了 你說老實我怎麼知道它好了 很簡單嘛 下腸沒了嘛 common sense 所以我說黃帝內經是世界上目前僅存最好最完整的生理學案 解剖學案病理學 所以當你很了解黃帝內經以後 因為我們中醫本來就已經是完整的理論了 不需要再去 study 所以因為已經很完整 我們了解身體的生化的情形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看X光 不需要去看MRI 不需要去看驗血報告 聽聽看看就知道了 那你哪一天小腸的溫度不夠了 小腸的溫度為什麼不夠 因為心臟的力量不夠 所以溫度下降 溫度下降以後 這個水就沒辦法氣化 那水跟曹波就出來了 是不是就下力了 中醫把他定義成寒 因為寒嘛 那不然你告訴我要怎麼講 只有寒這個字最傳神了 是不是 那你老師怎麼知道他寒 因為小腸的管腳的溫度嘛 所以腳是冷的 那你寒到一定的程度 老師我腳是冷的 但是我還沒有下力 那你只是一點點寒嘛 很嚴重的寒的話 就會下力了 了解我意思嗎 這就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做加減嘛 當然有層次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練功夫 吸氣進去要到腹式呼吸 因為吸氣進去以後 到了腹式的話 就是想盡辦法把心火 往下倒 倒到小腸裡面去 當心火進入小腸以後 小腸的溫度會增加 增加以後 大腸裡面的水會氣化上來 到肺裡面去 然後再到喉嚨裡面去 所以你在練功夫 打坐 或者是練氣的時候 越練精液是不是越多 口水會越來越多 你如果練了半天 口水嘴巴越來越乾 你練錯了 那找我 我重新幫你修正一下 應該要練 越練口水越多才對 好 那這個就是水的氣化的過程 換句話說 小腸和心是不是錶裡 錶裡 所以 病 有奔臀 有兔龍 有筋部 有火鞋 這四部 這種病呢 都是由精發得到 受到驚嚇 你一受到驚嚇的時候 心臟會跳得很快 對不對 像小腸說我最壞 我就躲到門後面去嚇人家 好 那受到驚嚇的人 心臟就跳不停了 心臟很好的 很正常的人 跳一下就回來 心臟有問題的人 一直在跳 跳好幾個小時 跳一整天 好 還在動計 好 還在動計 好 那 這個都是由精發 那為什麼會 有這種現象呢 我們精發以後 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 當你小腸受到驚嚇以後 一說 你很緊張嘛 一下一跳 對不對 水呢 如果是腸子裡面的 我們有濁氣 本來 小腸就很穩定的 心很穩定的 這個熱不斷地把水氣化 小腸突然一緊縮的時候 壓力突然一增加 那個大腸裡面的澡氣呢 就是大便的澡氣呢 就會回泥 回泥的時候 它會走幾種管道 第一種 這個澡氣呢 它會跟著水 進入我們的三礁系統 大腸跟肺 之所以會表裡 是因為有三礁系統 連貫道 連貫道 那大腸的氣 大腸裡面的食物的澡氣啊 跑到三礁的水的系統裡面去 這個氣 不應該在這個水道裡面 現在很不幸地跑進去 因為被驚嚇 這是一種情形 還有一種情形呢 這個人本來就有便秘 水很少 本來大腸就比較乾燥 那一受到驚嚇以後 這個驚嚇可能來自小孩子的 從門後面跳台下你 或者是車禍意外 或者是你這個貓空 掉車突然掉到空中下不來 諸如此類的 對都會受到驚發 那一驚發了以後 這個澡氣呢 好 大腸在這邊 這個濁氣呢 從大腸這邊進入肝臟 大腸跟肝臟中間有一個血管連到 這個血管呢 本身沒有半膜 所以它允許血來回的走 中醫的觀念裡面認為說 當你吸氣的時候 一吸氣橫膏膜會下降 下降的話會把肝臟的血擠壓它 擠壓它以後 肝臟的血從這個地方 就進入大腸 所以當你血進入大腸的周圍的時候 大腸就會產生力量去搏動 去推直往前走 那你吐氣的時候 橫膏膜回來 這個血就回到肝臟裡面去 這個時候 一吸一吐之間 就會讓大腸的蠕動會正常 那有一個人突然一受到驚嚇 本來大腸就很乾燥 結果那個澡氣從這邊進入血分 進入肝臟以後 肝會生 木會生火 這個血呢 大便的澡氣就在血裡面 順著肝臟進入心臟 那心臟本身是君主之關 我最大我不受病的 那怎麼大腸的臭氣跑進來幹嘛 所以心臟會加強力量去排出去 這個時候產生了動計 也是奔吞的意思 那因為原因不一樣 所以我們處方就有點不太一樣 病人顯現的症狀也不太一樣 還有一種呢 就是 汗 發汗 我們 醫生呢 一看到這個病人 表症 貴之當症 麻花當症對不對 還沒有看他這個病人 本來精液就不夠 精液不夠的原因呢 可能是他吃了一些逆料劑 或者是運動 或者是你誤診 病人已經發了汗 或者是這個 吃到這個胃菌對不對 口很渴 結果你開汗劑的時候 發汗劑的時候 不管你開貴之麻花葛 跟小腥農 大腥農 你開下去以後 汗發太多 汗發太多的時候 有兩種發汗的結果 一種是 汗發出去 到了皮膚表面上 好 就 表水呢 皮膚表面還有水 但是沒有辦法 回到 腸胃裡面來 這個時候 我們前面在商行論 去介紹過 就是五菱散症有沒有 五菱散要口渴啊 五菱散我們把它 水 從表水 帶回到身體裡面 帶回到腸胃裡面 一種情形呢 汗一發出去 表虛掉了 當病人呢 表虛 毛孔都開到了 結果 肺裡面的精液 皮膚表面的精液沒有了 小腸的精液呢 又來不及補上來 這時候產生動機 動機 動機的原因呢 是因為過汗 發太過了 汗造成了 過量 汗 這個呢 我們又另外一個處方出來 好 那後面會介紹到幾個條片呢 這一篇很短 幾個條片就分了幾種處方 按照不同的奔騰動機 我們來處方 而實際上 不管是哪一種 基本上臨場上